馬志成議員 五點的建議 首先 澳門最近雨水多 大雨加上雷暴 有時即使在中午時分 已經污天黑火 越想暴雨天氣 民建度低 非常容易發生意外 或者是交通事故 我建議 政府各個部門之間 應該加強沟通合作 做好各方面的工作 保障居民的安全 例如 天文台在預測到極端天氣的時候 應該通報有關部門 調整打開街燈的時間 令到行人和駕駛者 都能夠在較好的照明條件下開車 減低交通事故發生的機會 其次 在大雨期間 有關部門應該保證 有足夠的警員 在交通黑點 以及交通擠室的地方執勤 同時 亦都要保障好 警員有適當的配備和裝置 能夠在大雨和台風下安全工作 第三 根據氣象局 以及教清局 之前公布的資料 兩個部門 會在早上六點溝通 六點半就會決定 是否會停貨 我認為 有關部雨天氣 發放信息的機制非常好 能夠及時向學校 學生 和家長發放停貨 復貨的信息 但當中 我認為有一點 還需要完善的 有時 大雨天氣來得突然 或者降雨量 未達到停貨的標準 在天氣惡劣的情況下 學生還是需要冒著大雨回學校 我建議 教清局可以發出指引 要求學校可以著情處理遲到的學生 尤其是天雨老惑 發生意外的可能性會大大增加 加上學生的年紀小 又未必住近學校 確實有必要建議學校 在大雨來的時候 對違規的情況 作出人性化的處理 第四 對於因暴雨而造成的露面損壞 應該及時修補好 同時有關部門 都應該檢討 大雨過後露面會出現 塌陷的情況 檢視修路的物料及技術 經常去修修保保 不是長久的辦法 我動作有關部門 要正視問題 找出根源及解決的辦法 第五 要加強對高齡樓雨的檢測及維修 防止年久失修的建築物 在暴雨之後會突然倒塌 或者是磚瓷瓶脫落 以及公眾的安全 澳門每年都會有長達五到六個月的雨季 有關部門應該重新檢討 制定針對雨季期間的訊息發佈 事故處理 以及交通安全等措施 以免因為大雨 為居民帶來長期的不變 多謝